我想这个结果的出现呢 是并不令人很意外 不意外的原因就是 这次公投之前呢 民进党它是政府方 它在行政上头应该采取中立的立场 能够让 它可以出来解释 但是它不可以扭曲 它可以做一些因应 但是不能通过特别的一些预算 去铺天盖地的在媒体上头 为政府的立场做宣传 而且甚至于是 把这个议题 就是公投的议题 做了非常大的扭曲 比如说 第一个议题只是反莱猪进口 反美国有莱克多巴胺的这个猪资 和内脏进口 为了要维护台湾人的健康 可是呢 民进党就可以把它操作成为 我们反美猪进口 而且呢 无限上纲 因为反美猪进口 会伤害到台美的关系 不错 可能会伤害到一点 但是呢 不会像他所讲的 因此我们就进不了CPTPP 搞清楚啊 美国并也不在CPTPP之内嘛 所以你就得罪美国 也跟说进CPTPP 没有什么关系 那么还有他民进党 他还说这个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可能会让中国大陆 对我们的影响力 会更加加大 因为呢 中国大陆干预了这一次 公投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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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行 他在影响 我们 所以在野才有这么多的力量 来反对 各项议题 所以他就 带入了说是 这个是 是不是要 要抗中保台 那你一把问题上 刚上线到抗中保台 那当然 老百姓就会 会向民进党倾斜 民进党到最后 他使出来 在公投上头的杀手锏 就是把他 载化 载化到最后变成 就是说是 这是一个 政党的决斗 所以就呼唤这个 政党的基本盘 那所以 你看到这一次表决的结果 大概 就是您说的 北边比较是 赞同 这个四个公投 南边比较 中南部是 比较不赞同 这四个公投 但是 他的差距也都 不远 他那么也 表 也呈现出 这个就是 蓝绿的基本盘 因为在这样的一个 公投的 选举中 我们看到最后的 投票率只有 百分之四十一 那 任何一个公投案要过 按照台湾的公投法来说的话 第一个是要 有资格的选民 过半的人去投票 也就是说 百分之五十以上的 百分之五十以上 加一也好 加二也好 反正他们去投票了 这是第一个条件 要满足 第二个要满足的 就是说 去投票的这些选民当中 有过半的选民 是支持这个公投案 他才能够通过 那么我们简约一下 算的就是说 至少要有 百分之二十五 加一以上的 选票 支持这个公投案 公投案才能通过 但是你民进党操作的 最后把它操作成为 政党的决斗 那选民的印象就变成说 这个是男女恶斗 这个我们就不要去管它了 我就从这个政治传播的 效果的角度来看好了 我觉得民进党的选战策略 它是成功的 因为它达到了它的目的 就是说 它希望它的支持者 都从这个不同意的选项 所以让他们的政策 可以持续下去 就结果来看的话 他们达到了他们的目的 那另外从国民党方面来看的话 我觉得他们的公投的 选战策略是失败的 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召唤出 他们原本的支持者 那他们想要的这个 四个同意的诉求 也没有获得选民的支持 不过整体而言 我觉得这个结果 它是对台湾而言 可能是一件好事 因为这个结果 它并没有造成 就是这种政策上面的 需要大转变 或是大转弯 那这个国家的政策 它可以持续推动 台美的关系 看样子也可以继续深化 所以我相信 就长期而言 可能它不是一件坏事 我去的民进党的场次比较多 因为他们的消息 比较多都公开了 所以我可以follow他们 那国民党的场次 我去的比较少 但是我可以做一个比较 就是说民进党的这个场次 他们比较多元性 比如说他们有针对 比较原本他们的这种 很基本的这个 声率的支持者 他们有这种比较传统的造势 那针对比较年轻的族群 他们有这种 像是Salon一样的那种说明会 是非常这种文青的 那蔡英文总统呢 他自己也办了一场 所谓的辣台派的 那那一场真的就是非常多的女性 去到那一场给他支持 然后听他说 那国民党的这一边 我会觉得是说 他们真的是在巩固 巩固基本盘 去的人真的年龄层偏高 然后你大概也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都是比较军公教退休的背景 那这样子的话 其实如果说选举只是召唤这种 过去的光荣 过去的这种 美好的台湾印象的话 我会觉得好像他们没有办法 给选民一个未来的图像 到底他们要把台湾的未来带到哪里 因为国民党确实他本身 内部的问题很多 那国民党现在最大的问题 就是缺乏有魅力的这种领导人 不仅是没有魅力 而且他也没有能力 就是有能力 有魅力的领导人 有远见的这种领导人都没有 所以你看国民党的这个台面上的这些人 其实都是有很大的缺陷的 今天国民党内部分崩离析不说 而且他失去了灵魂 国民党的灵魂是什么 你应该是追求中国的统一嘛 这不是国民党传统的 就从孙中三线以来的宗旨嘛 他现在把这个抛弃掉了 国民党闭口不谈统一 然后他最大限度谈的就是说维持现状 那你的维持现状跟民进党的 现在的维持现状有什么差异呢 不过就是台独跟独台的区别而已嘛 我觉得与其说是抗中 我觉得应该是说他们反对国民党 过于亲中的政策了 因为这一次的议题其实跟中国没有太大的相关 而是就是我觉得民众如果投票 他们可能是比较厌倦就是 国民党要用这样子的一个公投的手段 去造成一些trouble 在整个选举的这个宣传的过程当中 你会看到国民党的这个 这些公投的提案人 或是说他们的党政要职 基本上没有在有一套完整的论述 而是用感情 用这种过往的辉煌啊 想要召唤他们的选民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选战是失败的 可是如果说他们愿意修改 他们现在的路线 我不认为就是说他们是完全没有机会 我觉得基本上在2024大选来说的话 不用去预测民进党绝对会赢 我觉得他会胜选的原因就是 民进党他的内部有一个 就是他不论闹得怎么凶 但是到最后关头他会团结 为什么到最后关头他会团结 因为民进党他非常的了解 如果这个大位拿不到 我们每个人都分不到一杯羹 所以我们有再多的不同的意见 我们再怎么样杀的刀刀见骨 但是到必要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抱团 然后才能够让我们的推出的候选人能够当选 然后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一人得到积权升天 所以我认为2024如果还有选举 那还是民进党一定 因为民主机制就是你当你有做过好的地方 人民是可以有机会做改变 用投票来表达他们的意见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说我们每一次的选举 在民主社会生长的人都必须要 勇于表达他们的意见 所以民进党目前的这个执政 它是获得到人民的肯定 但是他们也不可能掉以轻心 在未来的选举呢 如果说他们有表现不好的地方 选民仍然是会反应 选民也是会用投票来决定他们的意志 所以我觉得对单一个政党而言 不需要因此而泄气 就是民主社会大家都有机会 你提出好的政见 你做出好的这个决策 其实人民都看得见 人民都会给予支持 我也有一点意外 认为说总不至于每个公投案都不通过 特别像莱猪案呢 它是影响到就是台湾人的健康的 莱克多巴胺就是莱猪的进口 大家都居然不同意 不去支持这个议案的话 那我们就觉得 那台湾人实在是对自己的健康 对自己的这个环境 对自己的安全 对自己经济发展的一些隐忧 像这个电能 就是发电量不足等等 都不关心嘛 所以你说如果台湾的公投的投票率低 也许它不见得是一个坏事 就是去投票的人可能是真正的 就是有去比如说参加这些公投说明会 然后听了这个政党的一方的说辞 然后下了这个决定 然后才去投票的人 但是我觉得就是公投这样子的一个机制 它本身就是一个辅助的工具 因为民主的这个实践 它其实主要是在就是所谓选出这种公谱来 那有这种全国性的大选 地方性的大选 所以我觉得公投它也不是一个就是常常需要举办的 所以我觉得在台湾目前遇到的问题 就是说好像公投的题目 有一些是让人觉得有点觉得莫名其妙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台湾开始实施这个公投 真正开始实施大概是2004年开始 到目前才不过短短的十多年 其实是有改进的空间 所以我觉得它并不是说好像是一个真正很 很不应该出现的一个民主办法 而是因为我们都还在学习 我们都还在实验 所以不需要因为当中过程 我们目前产生那些弊病就因噎废食 台湾可能有台湾他们自己的一个 可能会生产出到他们自己的游戏规则 到最后关头 如果习近平已经做了人治意境了 也跟你美国做了许多的这种表态了 说这是我的核心领域 我不会让的 但是你如果还不听的话 那到最后如果发生冲突 我觉得那也不意外 而且我觉得最后发生冲突的话 我高度的认为就是说这个冲突 不会说是矿石肺域的冲突 到时候你的快速的一个 闪电式的一个军事行动 只要你拿捏得准 他的代价是很有限的 而且你很快的就能够解决台湾问题 我待在台湾这几个月的感觉 我觉得其实好像并没有那样子紧张的氛围 就是大家还是过自己的生活 我觉得可能一点就是说 中共这几年来一直在用这种文攻武嚇的方式 在威胁台湾 所以他们的这样子的语言 其实基本上好像台湾人民已经有点习惯了 所以好像就是说再来一波 就是有点没有什么刺激感了 所以我自己在台湾待了这几个月 我是觉得没有那种氛围 这也许就是台湾它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吧 人民已经就是有点 活在当下没有这么多的忧虑了